新月幸福乐 你是宇宙万有下唯一的唯一 也只有你才被赋予追求人生课题的能力 你劝缺的只是掠题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乐来掠题 亲爱的朋友又在空中跟他见面 很开心的今天邀请到四子文化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最近有一本书 叫做《厌望练经书》 一看到这个东西我想喜欢心想事成啊 或是喜欢秘密 喜欢很多这种可以想然后马上得到的 这一本其实是可以好好的来当作案头书 然后我们线上也请到四子文化的刘主编 来跟Timo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来为大家介绍 《厌望练经书》这本书谢谢 这本书是为什么想要出版这本书呢 其实如果各位有注意的话 因为其实在作者贝伦德在我们前不久 我们就出了他另外一本其实他那一本是比较受众 目瞩目的书就是你的无形力量 嗯 是 那那本书就是主要是在讲那种 我们所谓的视觉化 就是我们如何去观想 这样他比较主题是focus在那个层面上面 是 那这本书其实我们当初在找贝伦德老师这一本 在他的他的著作的时候 其实也有相对有看到这一本 那我们后来发现说 其实这一本书的内容也非常非常的精彩 是 因为最主要是他贝伦德跟他的老师 他马斯托沃就等于说心灵科学之父这一位先驱 他们是用一个对话的形式 然后来告知大家说 你本身的内在的力量是怎么来的 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是用一种师徒的对话方式来告知大家 那这个我们发现说 其实这本书的他的说明 还有他的方法 其实会比你的无形力量更来的直接 而且说明的更透彻一些 也比较明白 所以才会想说 把这本书给也一并的 就是在接在你的无形力量之后 再把他这本书隆重来推出 对啊 因为那个就是大家就一定会想说 还有什么好方法或是一些方式 可以让自己可以心想事成 更可以轻松得到 那可不可以来介绍这本书里面的精彩的内容呢 好啊 那个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 大家对心想事成 然后这样子一个秘密法则 大家对如果有涉猎 有大概去研究 或者是说去看这一类书籍的 大概多少都已经知道一些 他的一些方式跟一些原理 但是为什么说我们要把这本书要放在 就是说要再把它退出来 因为我们觉得说它其实它是真的用一个比较具体科学化的一个说明的方式 而且是它不像是比较用一个比较沉稳的一个形式来告知大家 你如何是说能够达到心想事成这样一个终结 而且我觉得它的一个重点目的是说 你跟所谓的自然大法则 所谓的宇宙生命或者是大自然的力量 或者我们一般所谓的神之间的彼此关系是怎么去做连结的 这本书他把它讲的应该说剖析的比较详尽一些 然后会还有提供一些比较明确的方法 那我觉得它给我们 我是觉得看过以后 我是觉得说就为一个编辑来讲 它提供的方法是会比较具体而有用的 那它里面有大概就是因为我刚刚前面说过 他是跟贝伦德作者贝伦德用诗跟汤马斯托沃 是两个人是用一个师徒对话的形式来讲解 那贝伦德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是用第几课第几课的方式来呈现 那全书大概就是我们分了 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把它分成了一个六个科目 然后等于从最前面一开始 如果大概翻到那个目录页来看的话 就可以从前面的说 你怎么去认知这样子一个法则开始 然后如果获得你想要的 这是它的第一课 到最后它提供了一个比较简短而比较实际的一个步骤跟程序 就是它第六课 然后后面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明词解析 那因为它因为他们就我们比如说我们对生命对死亡的一些看法 跟它所要陈述的也许会有一些略略的不同 那它在那个章节里面会做了一点名词的说明 整本书的大概一个重点就是用这样几个课程内容 那包括是说你如何用意志力 如何用意志力的力量 在这里面它其中的某一课是针对意志力来讲 然后在第五课地方它又有提供说你如何让你的潜意识来为你 你的主观意识来为你笑 其实就是我们的潜意识 然后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它无不再是用一种 一种我们前面那一本书无形的力量 还有我们所谓的自然法则那种秘密法则 它如何来串联这整体的一个结构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我怎么样去真正去执行这样子一种 所谓的心想事成 那我们可不可以直接跳到就是说 怎么去锻炼意志力呢 这个它怎么去练习呢 它其实它意志力里面去讲到去有一个方式 它要你每天重吹 其实它有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就是说 你每天就想就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最简单的就是去想说 我每天很节奏比较完成 努力的完成去做好要做的事情 每天去做这样子一个想法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 就是去想说 我今天必须要去做一个这样的事情 就是最简单的每天一个观想 那如果说你很容易被其他的一些思想 或者是一些事物所干扰 然后这个东西你就会不会 所以它会要你每天常起来说 就是你要去想一想每天你能够达成的这个事情 然后你是不是去做到了 然后它还有一个很具体的方式 就是有一个训练 对 就是说你可以用 你可以准备笔跟纸笔 就做一个记录 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准备50根火柴 是 或者是纽扣 或者是一些小东西 然后准备一个盒子 然后你就每天 你就是把拿起一根火柴放在那个盒子里面 然后但是你在放 把这个东西放到盒子里面的时候 你当下的心情是要 是要有满足感的 是要愉悦的 是 不能够有任何的其他的思想 就是说我在做这件事情 我是充满的满足的 我不会有其他说的任何一些想法 如果你被其他事情所干扰 对 然后它要你连续做 做七天 啊哼 是 连续做七天 就是把这50根放进去 连续做 做满七天 而且每一根每一次放进去 都是要抱持了那样子的一个心 思想一个心态 嗯 那如果中间被打断了 或者是你已经做到第六天 做到第七天 突然不成功了 嗯 那它就说你必须要再从头来一次 再做七天 意思就是说 你要完成这整个动作 必须是完完整整 毫无瑕疵的去做到 当你如果能够做到 其实 它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意志力的锻炼 嗯 是 嗯 是 所以在书里面 它就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告诉说 为什么要 要从事这样的一种训练方式 它最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你就是要把你的心思就是完全完全就是放在这上面 当你能够心无旁骛的去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 其实当你完成你也就是 你也就是在训练你的意志力 你真的是可以做到这样一个程度了 嗯哼 是 是 所以它后面就是讲说从意志力去激发这个的兴趣嘛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它有讲到 它里面有提到是说 如果前面啊 其实有一句话 我会是说 你光有这个思想 但是你没有去执行的一个力量的话 嗯 那也都是空谈 那其实为什么要做意志力的一个锻炼 那这个其实也都是跟这个 那个心想事成的那个秘密法则都是有关系的 其实因为什么说很多人都容易失败 就是因为我们太容易被一些负面的思想 或者是一些被其他的失误 或是被其他人的话语所干扰 然后对于我们原本所想设定的目标 其实就会抱持着一种负面的消极的态度 对 我好像我一直想 很多人都想说 我就是很认真的去观想说 我要获得什么东西啊 可是为什么就是做不到呢 达不到呢 其实你的潜意识里面可能就抱持了一种说 我可能就是做不好 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获得这个东西 其实你自己本身 你以为你已经每天都在很努力的观想 可是其实你的潜意识里面 你现在告诉你说你是做不到的 对 其实这个 所以他为什么说我们人就是必须在这一方面执行上面的时候 我必须要做到一个很积极正面的一个态度跟方向去做 而且是要很努力的去做 是抱持一种坚决的信心跟自信 你还有可能去达到这样的目的 嗯哼 好 那接下来第四课 让主观心之为你效劳 这个大概要怎么做呢 怎么来做 或是你觉得他的重点是什么呢 因为他其实在讲的是一个所谓的潜意识的一个力量 对 那我们他就是说其实当我们 我们当其实为什么要我们这个潜意识的方式是说 他要有一个达到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效果 因为他其实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我们如果说像我们前面讲的是说 你有很多一些方式都是都是正报纸的一个负面的话 那其实在你这个潜意识里面来讲 对你来讲都是一个负向的一个一个表征 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说达到你的目的 那我觉得他里面有提到很多的例子 然后比如说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说你必须思考我们所要我们所要获得 或者是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的精神原型 那他用里面里面他用一个比如说我们的 比如说你想要一栋房子 对 那我们我们以前我们以前在做秘密法则 或者心想赤神的观想练习的时候 我们都会告诉大家说 你应该要好好的去思考说这栋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是一栋套房呢 还是一个公寓 然后它的内部成色它是一个怎样的建构 然后里面有什么摆设 然后会想得很仔细 可是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它里面书里面告诉我们说 当你把这些都观想好了的时候 你必须把这个东西先放下来 然后去仔细去想一下它的一个精神原型 那所谓的精神原型 比如说以房子来讲 它的精神原型就是在提供我们什么 我们要这栋房子就是要提供我们一个安适可以居住的环境 要获得一个舒适 要获得一个保护 要获得一个安全 这所谓的舒适感 安全感 保护感 其实就是这个我们想要的这个东西的基本的精神原型 那其实在这个精神原型里面来讲 它在里面就后面就是讲到说 我们的主观意识 也就是我们的潜意识 它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 你如果想透了这个精神原型的话 它等于是就是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去建立了一个精神目标 然后你就会照着这个方式去执行去做 是 那我觉得它里面其实它不会用太多的一些 比如它讲到潜意识这个层面来讲 它就不会去用太多一些比较形而上的一些词语 或者是一些言论 然后来跟你解释 它会用刚刚我讲 比如说它用比较一些实际的案例来告诉你说 怎么去了解这个东西 怎么去理解这个东西 怎么去执行这个东西 是 是 好那最后我们把就是来好好跟你们讲一下 最后一章第六章 把这些步骤就是它怎么整合起来呢 它有一个 第一个我们就是讲说 我们必须要相信这样 我们这个其实就是从第一本书还有秘密法则 对 这个任何不管任何一本著作 它一定要告诉你说 你必须要确认你自己跟所谓的宇宙精神力量 这个所谓的在上面跟你之间的一个连结 你必须要确定下来 而且你必须是信任它 你必须相信它 然后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你再去做一个观想 然后再来就是去了解这个东西的精神原因 就是刚才我说的 嗯 然后你要开始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发想跟执行制作 当你在当你抱持它里面有一本 它这本书里面讲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成功 其实你必须了解说 你你要获得成功 不管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或是想获得什么样东西 其实你跟这个宇宙力量之间 宇宙精神之间 不管是什么称呼 其实你们必须要达到的是一个重要的合作关系 这个合作关系就是一个和谐关系 这个和谐关系呢 如果诉诸回到我们个人本身来讲 我们所要求的是说 我们必须要一个正向的思考的 然后是遵循宇宙法则 自然法则的方向去做 然后是前提都是在和谐这两个字身上 那既然是和谐 我们就不可能去产生掠夺 进生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因为一旦是用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其实你的路就是走偏的 你所获得的最后的结果 也都不是永久的 那就是说你可能 你即使你勉强去获得了 可是你其实可能 这个东西可能对你来讲 可能只是短暂的一个获得而已 并没有办法在你内心 真的是一个真正的一个 应该是说获得 因为也不是在你的心里面 是获得纯粹的满足 因为这不是真的是你真心遵循宇宙法则力量而来的 然后其实当它这后面 就是当你具备之前的这些想法 做到之前的这些步骤的时候 你的所有的宇宙的万物 都会遵循你的这个思想法则 去开始活动起来 然后去遵循 比如说我想要一个房子 那它相关的人事物 其实都会开始动起来 然后你想获得的 不管是健康 不管是财富 它都会原先不觉得向你而来 是 对啊 所以想要心想事成的人呢 就这本那个愿望念经术 不妨好好地来阅读 是世子文化出的一本好书 谢谢刘主编啰 谢谢 谢谢